张作霖不认为中共是心腹大患,为何还要杀害李大钊?离天才1900到1961年,原名李京天号博汉,博汉山东彭岸人离,曾是北大学生也是李大钊等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之一1923年由高军宇和孟雄介绍加入共产党,是中共北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 也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经汉铁路大罢工时的骨干李大钊主持中共北方党务实,离,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共税职省委下属的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中书,曾有前后三具投支撑之前为李大钊,罗张龙,张国道之后即为离天台,韩林福,王振义 此三人后,皆参加了非常委员会王死于国民党狱中,韩初遇后遇刺318惨案后,奉军入京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被捕遇难李天台,在革命低潮中,被党内开始盛行的左清风所排斥,被撤销北京市委书记一职。 1927年5月中共顺职省委选举,彭树枝人书记李博海,李天台任宣传部长1928年2月中共顺职省委发生纠纷,中央派巡视人蔡和森解决为过此后,中央在天津召开改组会议,批判彭树枝的右倾错误,陷于纠纷的理,也受到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 后来李京天李天台在飞行集会,中三发传单被东北县兵司令,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捕获,陈建他是年轻人,又是大学生动了爱财之心,设法减刑,并把他的名字改成李天台。 李感念此次救命和知欲之恩,遂于1928年叛变革命,成了陈手下的秘书长北京公安局政讯部秘书兼宣传科长。 他的叛变几乎给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毁灭性影响,当时被捕的有北京各大学党支部的负责人,其中十余人牺牲。 据当年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执行秘书盛忠亮回忆李天台,盛回忆一位李普海及李伯海的额音,是山东一个大地主的儿子,被捕后,在处决的威胁下,泄露了北京地区党组织的详情,并交代了党的干部名单。 由于李的出卖有六十多名党员被捕和处决,而李却活了下来,化名李天台最后投校张学良,当上了张学良的主要副官东北一致,后因李天台有从事党务的经验。 李大钊牺牲后更主持过国共合作的工作,张学良便邀请赴东北筹办国民党组织。 李岁赴东北为张学良服务张也已之为,新赴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占领华北,李为止拟定了意志后的东北党务计划。 918后李又帮张学良建立了东北情报网,进而引起南京方面的重视大力,甚至有意将李天台招致门下,为其所用在此期间。 张学良也曾利用李天台对付中共地下党组,支起了恶劣作用,但据陈铁剑《律史公罪向谁论》等文章,李又是当时北方飞伪的特殊成员,和东北军飞伪秘密组织领导人。 他利用特殊身份暗中发挥作用,将许多被捕的飞伪成员先后以不同形式释放,特别是在张学良1933年下野之前,李受命将被关押在北平草兰子监狱中的政治犯,开示这其中也有许多是飞伪,成员不过上述情犹,还需经过考证后方可定验。 另外又据说918,事变后李在北平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特科吴成方的动员,愿意为中国革命做些工作,以赎钱签他提供了欲中中共被捕者的情况,并按照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撰写了畅销书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 从此,李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倚众开始参与东北军机密,逐渐推动张的思想转变,做了许多外人喊之的工作。 北洋军阀中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介石不太一样,他们缺乏与中共斗争的经验。 也没有讲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真切感受张氏父子,甚至一向以为中共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抓到共产党案件简单审问一下不承认,无证据就放了。 至于张作霖后来杀害李大钊等人,是因为发掘共产党策动郭松林起义,又经过各帝国主义使团的缩矢,才下毒手。 而张学良那,则认为共产党人是有才干,可以争取为他所用且其中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 所以后来他为奖,见识所逼迫而杀了潘东周。 董道全,东北军团长,并非共产党员只是与红军有合作,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在解除胡宗南围攻红二方面军时,起了很大作用。 之后对二人一属,又加以抚恤李天才。 在东北时,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对李天才张学良,除了曾已知对付共产党之外也有稀才的心思,将他揽为亲信则是国内形式,张学良本人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 一顾历史学家张奎唐先生在其立作《婉威救亡》的史诗《西安市变义书》中,对张学良开始接近身边的前共产党人,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张苦与剿共,无出路抗日,又遥遥无期。 为了抗日救国,他不仅寄希望于国民党,还支持过国家主义派,但都失望他在欧游期间,发现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共产党。 在武昌行营期间,他发现红军虽人数不多却消灭不了,而东北军损失虽不大,但吃亏的时候多,因此他决心研究共产主义。 想了解共产党,1934年下半年,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并要手下两个人给他讲课,和帮助一个是黎天才,另一个是潘文玉及潘东周,编者注此外,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还让黎天才找来参加果公运的吴宇明。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意里,吴二人曾是中共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时,铁路总工会的成员吴在二期,大罢工中被捕后叛变革命,给隐秘书待遇专讲公运问题。 这一番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对日后张学良连共抗日,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黎天才,是张学良的基要组组长。 由于黎的影响张,对在战场上获得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文件、理论书刊等也留心阅读,这是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新的认识黎天才。 潘东周,吴宇明由此成为张学良身边的智囊潘东周,甚至牺牲了性命。 感谢观看